府对峙 福宁之州路万该感叹 民苦窝患 海滨田大半掌金针 宁得油彩 横宇是一个离岸不远的小岛 岛岸之间是一片浅海滩土 明家境41年 烫窝名将七级光率兵由浙入民 以南方老毛竹制成狼险 采用七家军独创的鸳鸯阵法 趁着退朝之际 运用泥销划过滩土 登上横渝岛 将常年盘踞在这里的窝口 一举歼灭 斩敌2600人 随后七家军挥尸北上 消灭了祸害福安 寿宁的窝口 并乘胜追击前往新化追角 连科六十营 直至将盘踞福建的窝口消灭后 才返回浙江 横渝之战 是七家军入民抗窝首战大捷 其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如今宁德市区建有七级光公园 还命名了一条济光街 张湾镇还建有七公寺 恩泽坛和七济光纪念馆 每年都会举办一些纪念性的活动 缅怀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明代以来 东湖曾多次一休 明万历十七年 宁德之县书印园 提出筑笛可以赔富寿之园 可以发人文之愤 可以壮围城之故 一举而三善备矣 彼时 担任海南会同县令的陈管 辞官回到宁德 他与支县书印园 时常相携登上白鹤顶 眺望东湖 构划建设东湖堂的蓝图 陈管撰写了一篇 三千六百多字的东湖译 从历史 地理 经济 社会等方面 陈述了修筑东湖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工程实施的具体方案 承报福建省暗查时 不证实 可惜 陷于当时的经济状况 他们的筑地计划 并没有实现 东湖堂大片高鱼之地 长时间沉没于茫茫大海中 宁德百姓及乡咸名士 则以各种方式不断请求官府驻地 并承诺愿意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清乾隆十三年 县令徐兆林拨银两七万修地 在驸马堂 九宇 猴毛鱼 兰秀 筑堤四条 长八百一十六丈 在东面九宇 西面兰秀各设闸一处 这是继南宋之后 朝廷第二次率众修筑东湖堂 但由于工程概算不准 追加的工程款打三四倍之多 历经三年多的奋战 到乾隆十七年才竣工 于是宁德城郊陆地 再次延伸至九宇一带 大小船只停泊于九宇码头 九宇设税馆 衙航 唐讯于此 商谷云集城市 形成了百货片集 两岸翻墙如枝 九楼茶寺 雾属云莲的繁荣景象 为防止海盗骚扰 清朝廷还在九宇山上建起了炮台 以保卫宁德城区 然而 好景不长 乾隆十九年八月 因一场大潮冲击 耗费三年修成的堤坝 又化为虚无 一夜之间穷垮了 所以至今老百姓还留下这样的一句俗语 手交不当多 万捕两天全部沦为折祸 就是可根的土地没掉 说明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回顾几百年修堤时 但是才能碰到泄瓶劫 也是越是越聪明了 这么为了 咱不得了 就完成了 上次就在我峰下 第一次变得了 好了 点击 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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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化真是荒天乎地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